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挥拳相向 殴打他人 盘点乘坐列车的那些不文明行为 丑陋的旅客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火车是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 2019年12月30日零时起 全国铁路实施了新的列车运行图 调图后 全国铁路增开列车263.5对 达到了4816.5对 铁路运输能力的显著提升 这也为2020年春运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时代我们提倡是文明出行 但是仍有部分人不注意自己的言行 以至于事后后悔莫及 那这些行为究竟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从今天起 我们将用两期节目来报道 列车上发生过的那些违法行为 让我们提高手法意识 文明出行 2019年12月1日 商和行高铁正式通车运营 可就在通车运营的第二天 就发生了一起乘客在高铁列车内抽烟 触发列车烟雾报警系统 并导致列车降速的违法案件 2019年12月2日 从博州南到合肥南的G4085次列车上 当该趟列车运行至影上时 一名男子在厕所抽烟引发烟雾报警 被铁路民警当场查获 该名男子姓李32岁 据说他是第一次乘坐高铁 一时没忍住烟雾 影响到了高铁列车的安全行事 事后铁路警方依法对其 处以罚款500元的处罚 无独有偶12月6日 复南的王某乘坐复阳西 到合肥南的G40714列车 隐烟隐男人抱着侥幸心理的王某 同样躲进高铁厕所内抽烟 引发烟雾报警 导致列车晚点两分钟 我以前都是做活事 没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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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替男人过目了吗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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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上工作人员确定之后 他没有引发火灾 对吧 然后就 然后就开始正常行驶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 高铁上不能抽烟 因为乘坐 高铁动车时吸烟 将会给列车运行和旅客 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高铁动车是密闭 全密闭空间 这样的话 空气不流通 你这个吸烟都会 对车上的旅客 造成影响 严重的会造成这些火灾 高铁动车组 车速很快 一旦着火 几分钟之内 可能就会造成很严重的火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同时规定 违法者不仅会 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还将被铁路部门 列入铁路征信体系 失信人员名单 在180天内 限制乘坐列车 如果吸烟引发严重后果 吸烟者还会被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除了在车内吸烟 旅客逃票的行为 也不少见 其中一种方式 就是购买两头票 即直买始发 中到两站的短途票 用于进出站 而中间去短 则不买票 2019年12月9日 民警在同龄北站 出站口执勤时 发现一名男子神色慌张 于是上前合眼 其车票和身份证件 该男子向民警 出示了一张 合肥男到同龄北的 购票信息单 和一张 邦步男至水家湖的 购票信息单 我们发现 两张车票都是当天的 但是属于不同的车次 正常人选择乘车的话 是不会买两辆 不同的车次的两头票 而且中间换乘时间 是比较短的 如果他选择 其他的换乘方式的话 时间上可能会来不及 所以我们感觉非常可疑 我们在金鲜港局面中 坐三四五层 从东北南出华 也得得到水家湖 是吧 那你们想从合肥过来呢 我水家湖不也是合肥地区吗 你到了水家湖 水家湖我那边有车 就送了我到合肥南吧 这名男子说 他去水家湖是找人办事 但是又对他去找什么人 办什么事 一直打不上来 支支吾吾的 经过我们进一步询问 该名男子承认 自己是为了逃避票款 从而购买两头车票的 经过调查 该男子姓丁家住蹦步 因工作需要 每周都要来繁长一趟 民警通过调取 他的购票记录发现 丁某并不是第一次 购买两头票了 丁某在今年9月份之前 一直是以正常标价 购买逃避票 在9月份之后 就开始出现 购买两头票的行为 根据统计 该名男子 共有11次逃票行为 丁某购买两头票的行为 已经构成诈骗铁路票款 民警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日 追缴铁路票款 429.5元的处罚 无独有傲 2019年11月4日下午3点多钟 合肥铁路公安处 同城站派出所民警 在火车站直勤出站口 开展查击工作时 也发现了一名男子 企图逃票 而他采用的方式是 买短成长 该名男子持当日 K84514 合肥到输城站的火车票 却在同城站下车 民警当即对其询问调查 该男子购买合肥至输城车票 在同城站出站 给我单车发信 对几期 对 对 说刚才怎么到同城站呢 不是 我这到同城有事情 然后就签买个票 回来上去 诶 回来 该男子自称买不到 单日该车次合肥至同城车票 后经我们查询 单日该车次车票充足 该男子所说情况 与事实严重不符 据了解 男子人某是输城其人 系某公司的销售人员 经常乘坐火车出差跑业务 以色偶然的机会 为了省钱 他冻起了歪脑筋 多次故意买短成长逃票 不料被同城火车站民警 当场识破 我们在等待 等待后面的旅客 用车票 通过杂机 出站的时候 他委屈着前面这个旅客 从杂机口出的车站 他没有知道车票 他买了短度车票 委屈着之前那个旅客 从杂机口出的车站 经进一步核查发现 自2019年10月以来 任某多次在 合肥 同城 安庆等地 通过白短成长的方式 乘坐火车 因其车票不能通过 杂机刷票出站 任某通过尾随他人 通过杂机出站的方式 进行逃票 当时任某 随着客流量比较大 然后从通人家出的车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有关规定 目前任某被 上海铁路公安局 合肥铁路公安处 予以行政拘留5日 并追缴违法作得 2020年1月 池州派出所民 仅在池州站出站口 查获一名恶意逃票的旅客 旅客董某 安徽池州人 董某出站时 仅跟着一名检票 出站旅客 自己拿着证件 假装刷票出站 实则尾随他人 挤出炸击 经查 董某累计采取 买短成长的方式 购买南京南至 马鞍山东车票 逃票乘车至池州两次 发现有人恶意逃票 值班民警 及时赶到了现场 在民警的质询下 董某为自己的逃票行为 进行辩解 公安机关对董某 予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追缴涉案票款人民币125元 恶意逃票行为 影响了铁路运营秩序 轻者将被纳入 铁路失禁人名单 重者将会被处以治安处罚 情节严重的 还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很多人都知道 逃票是违法的 但不知道 如果乘车时 使用别人的证件 也涉嫌违法 也会被处罚 在合肥铁路公安处 金寨车站 一名男子乘坐高铁列车 在经过安检时 男子被车站 工作人员拦了下来 怎么了 人脸识别不过 就是人脸过不了 我现在不都人脸识别了吗 人脸识别过不了 然后身份证人员 就把它交给民警看 民警拿来看 不太像 问他相关情况 然后看到身份证 问他号码 然后就不一样 当民警询问 该名男子相关情况 这名男子回答得吞吞吐吐 这让民警对他的身份 产生了怀疑 这可是你本人 不是 你这用谁身份证买了票 别人 捡的身份证 捡的身份证 你本人呢 可以 这你本人是什么证 他坐路边捡的 他像坐路边捡的 问他 他像就说 在金带来的时候 在路边看了一张身份证 你又圈有的行为 买了多少次票了 买了多少次了 20来是吧 整个 20多次嘛 你走拍摄 我去到拍摄去 走 走 原来这名男子姓陈 陈某因为工作的原因 需要经常乘坐高铁列车 但由于之前 有吸毒检科 乘车时经常会被警方 要求做尿检 他觉得很没面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 陈某在路边 捡了一张身份证 而他又在此时 被列为失信人员 不能再乘坐高铁 于是 他就干脆使用这张 捡到的身份证 购买车票 你为什么 你是失信人 什么失信人 跟人家有经济纠纷 对 他不是第一次 做了很多次 身上带的票就有25张 然后实际我们查的过程中 就总共63张 63次 当问其陈某 为何会随身携带 这么多车票时 他的回答竟然是觉得好玩 所以收藏了下来 因为被列为失信人员 陈某冒用他人身份证 乘坐高铁列车 多达63次 陈某被警方刑事拘留 铁路职工工作证 是为了方便铁路职工通勤 除差 工作的必要证件 许多证结合才可乘车 一些步伐分子 为了贪图小便宜 动起歪脑筋 伪造假铁路工作证 进站上车 达到免费乘车的目的 既西北站派出所 不久前就查获了一起 使用伪造铁路职工工作证 乘车的案件 2019年12月16日 在G7县高铁站 车站视频显示 14点30分左右 乘客汪某从站内走出 他并没有像其他旅客一样 从炸机出站 而是走向了旁边的人工通道 向值班民警出示了一个证件 当时我在出站口正常之前 汪某持工作证 从人工通道出来 我按照惯例 对其进行了检查 汪某出示的是 铁路职工退休工作证 表明他是铁路工作人员 但是值班民警 查验证件时 几乎是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工作证存在问题 由于怀疑 汪某使用的是假证件 民警便要求他出示身份证 但是汪某找各种理由推脱 让你打准备 这样的好准备 让我铁路上是上班也是 也是上班 不是那你去那里 你跟我喝水上 我把你这个身份 身份给你核实了 就你给你走了 对吧 那我最起码要知道 你身份信息吧 上次我给你带到 我真的我好远 我也去 你去 我真的有事 我老公有点不舒服 他本来是开车 也是 不是你 那你就不要在这浪费时间了 对吧 擦好 你马上就可以走 我也不浪费 我马上就在旁边 来你把东西帮他拎一下 来我东西帮你拎一下 在去派出所的路上 汪某反复要求民警让他走 并提出他可以给民警钱 我现在团队医疗派出所调查 你们没有身份证 你们要干嘛吗 就接受调查 你们要干嘛吗 你要给钱 我给你钱 我不要钱 我身份信息给你核实过后 你马上就可以走 你让我回去了 你也不用跟我讲说 给我钱什么的 那也不合法 你不用补票 我现在 你不用补票 我现在核实一下 你到时候把你身份证信息什么 你马上就可以走 对吧 我也不耽误你时间 在北战派出所 民警再次跟汪某 核对工作证上的信息 汪某都支支吾吾 打不上来 你以前是干什么吗 哪个单位上班的 下面都有 哪个上面都有 你哪个单位上班 我是机器人 你是机器人 你是机器人 你是铁路上班的吗 哪一年上班的 你是铁路哪一年上班的 哪一年上班的 哪一年上班的 哪上面都有呀 上面有 我请你自己讲 你什么时候退去 什么时候上班 你求一下 那你看一下呀 我现在 不是说我看一下 现在公安机关 请你问题 请你如是回答一下 你是从哪一年开始上班的 在铁路 经核查 汪某的退休工作证 属于假证 是不是 是不是 我老公是铁路 你老公是铁路 你本人是不是 我本人 怎么说呢 我也在铁路上干过 干过 我做临时工 做临时工 现在呢 现在退休了 现在退休了 什么时候退的 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 买卖 人的劝说之下 都能够积极配合 顺利检票进站 但也有少部分旅客 他们不但不配合 反而情绪失控 行为偏激 2019年12月 在上海 金山卫火车站 一青年男子 因着急赶火车 拒绝安检 强行翻越炸机 12月2日 王母准备乘坐 9点40分 金山卫站始判了 高3010次成绩的车 当他从金山卫站 来进站口 刷卡进站后 因为整出了路 又从百出站口出了站 此时距离发车时间 仅剩了一分钟 王母为了赶车 自己从百进站厅 闯过了安检口 由于该车 已经停止了检票 王母便从杂级上方 翻越进站 并在进站通道口 推上前列阻拦的 体路客运工作人员 造成了旅客围观 影响四方恶力 王母准备 经过民警的批评教育 王母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但因其违法行为 已经严重扰乱了车站秩序 据此上海铁路警方 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6日的处罚 同样在苏州火车站 也发生过一起 旅客强行闯关的案件 旅客崔某因临时有事 需要前往上海 未购买到火车票 崔某通过委随他人过扎机 强行进入检票口等方法 在苏州火车站内 接连闯关 他不误工作人员的阻拦 并与其发生了肢体冲突 造成工作人员 手指甲断裂流血 民警及时赶到站台 找到并带走了崔某 最终 崔某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被上海铁路警方 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铁路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 近站乘车需人票正统一 5票人员禁止进入火车站 请广大旅客提前购买好车票 有的旅客法律意识极其淡薄 不仅不按规定乘车 更对工作人员挥拳相向 2019年7月27日 旅客陈某到苏州火车站乘车回四川老家 因个人原因未能赶上火车 由于当时列车已发车 陈某无法通过闸击口 情急之下 竟直接冲闯 人工实名制验证通道 并拒绝接受人身和行李检查 竟直朝后车室跑去 在场的几名案件员发现后 追上去阻拦陈某 而陈某不仅不配合工作 还谩骂 撕咬 殴打案件员 造成几名案件员不同程度受伤 录影囡措 造成几名专和 车票过点吧 他们刻印也帮你解释过了 也给你想了办法 对吧 我也急得上车子 他们跟我 你急得上车 你当车已经开了 你知道吧 最终陈某因涉嫌 寻衅滋事 被上海铁路警方 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同样是2019年7月 上海洪桥站 又发生了一个恶劣案件 这名男子姓文 监控画面显示 2019年7月25日上午 7时55分左右 文某在上海洪桥站 20B检票口处 遇无票进站 被在场的检票员拦下 并要求其出示车票 文某不仅不配合工作人员 还转身用拳将其击倒在地 工作人员和周边旅客 纷纷上肩阻拦 打了哪位 打我 直接一拳打这里 他打我 要杀人 身份证请出示一下 我们是红椒派出 派出 派出要杀人 你等一下好吧 你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那个人哪里 我的签票 我就帮我刷一下 我直接进去 那个人走 他就把我拦起来 我也不认识那个人 我就要耍一下 再过去 你车票我看一下呀 我那个人拿走了 谁呀 这是我前面那个人呢 前面那个人是谁呀 我就是不认识嘛 我问你一句话 你 你要坐哪上车 深圳这上车 深圳这就是第3125 对吗 你有够车票吗 有啊 兄弟你 帮他查一下 他有没有够车票 是有能查吗 记下他的号码 帮他去查一下 有没有够车票 开两开两 好 买买买 没有是吧 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被碰到了 就他 随后民警将文某 带着警务室接受调查 正当民警要求 对其进行人身安全检查时 文某突然爆发 拒不配合民警工作 并用拳将民警对讲机打掉 公安机关 我就不听他 兄弟叫人进来 手关按住 手关 最后文某被民警和增援警力致服 你涉嫌殴打他人 以及阻碍执行职务 公安机关对你进行口诺传唤 知道吧 起来 目前文某因涉嫌殴打他人 和阻碍民警执行职务 被上海铁路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019年9月3日7时17分区 一名男子在苏州站后车室 北二楼西侧电梯口 与一名安检职工在争执 民警到场后出查得知 该男子在进站时拒绝安检员 检查其随身携带的黑色手拿包 并不顾安检员劝阻 强闯安检口 同时该男子态度蛮横 多次言语辱骂前来制止的安检员 造成后车室电梯口堵塞 影响了其他旅客正常通行的秩序 他有这么紧的去藏我皮压着 我过去我走了安检了 他还给我拦着我 干死啊 你说他包没安检还是哪里没安检 让他打开没打开 直接往里面去 行了吗 警察在处理 不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是警察 警察在一瓶钱 那我不带这边吗 你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那个事业也得告诉给我 嘴巴给我干净点 嘴里干净点 怎么样 我骂你了 大家要看了 我取决意都是开着的 你别那么擦我皮 你有确定吗 有 真的有 来 给我倒底下来 我给他吃了 对于民警的口头传唤 该男子同样致若网闻 去一步配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民警将男子传唤至 苏州站排出所接受调查 警察该男子姓陈 在被传唤至公安机关后 陈某仍拒不配合调 调查 态度极为恶劣 把这张东西给我拿出来 是吧 这张东西拿出来 最终 陈某因扰乱 公共场所秩序 被上海铁路警方 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警方提示 广大旅客应该遵守 铁路部门的规章 提前规划好乘车行程 预留充足的进展时间 主动配合安检工作人员 查验行李和物品 手法乘车 文明出行 乘坐火车的那些 不文明行为 甚至是违法行为 不仅影响了 自己和他人的行程 还扰乱了 铁路运输的正常秩序 甚至会影响 列车的安全行驶 那除了今天 我们看到的这些案例 还有哪些行为 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呢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